查理布朗和史努比又唱又跳 为7月在台南开打的 第三届世界杯少棒锦标赛炒热气氛 这两年一度的赛事 又称为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 前两届在台北市举行 接下来连续三届 都有台南市取得主办权 布林街来自世界各国 共12支队伍 台南市也特地安排 80个国小师生担任清晨大使 分别用各国语言接待 展现浮沉的热情 等一下韩文怎么欢迎他们 台南童心班用哈密塔 选定了15个学校 招待来自国外的11个队伍 包括中华队12个队伍 同时也选拔了80个学生 具有英语各种语言能力的 能够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 我们会方便他们来到台南打球以外 也希望能够协助他们了解 台湾的文化会爱上我们台湾 也爱上我们的台南 台南市长赖清德 期许台南成为下一个威廉波特 也就是世界少棒的第二摇篮 不仅邀请美国Peanuts 花生漫画系列主角 Snooby和查理布朗担任代言人 还特地制作赛事主题曲 世界好棒 为各国集齐加油 中华代表队预计五月下旬 逼定选手 小朋友各个摩拳擦掌充满斗志 我们最想赢韩国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瞧不起我们 为什么觉得他瞧不起我们 听大人说的 想赢几分 100分 第三届U12世界杯少棒赛 7月24号到8月2号登场 由美国 古巴 日本 韩国和委内瑞拉等 12国队伍角递冠军 期盼中华队拼得佳击 打响宝岛少棒名号 中华身体有红黄军张亚霆 There t gown 对 年纪文 人欣身体有红松